它剩肉汁的好好吃它猪肉片 它猪肉片弄得很滑又很薄 然后就配上来后面 我们现在在波罗州最北端的一个地标 好久没有看到这样的浪啊 好疗愈 觉得非常轻松 然后我们在出海鲜大餐 今天是礼拜一天早上 你们有听到这里超潮的 大家去吧 哈啰大家早上好 好今天是我们在雅比的第三天 然后今天我们要前往可达 古达 大概从雅比出发到可达那里 大概要三个小时 三个小时的车程 不过在之前我们要吃 就是雅比这里非常著名的一个 生肉面 就是有点像我们的巴臭米 我们要吃一点 既然有点像我们的铃鱼 我们试图 没有什么 就是我们吃完了 我们吃到了 我不想吃到 不吃了 不吃了 但是咱们吃到 我吃了 根本它的汤跟我们的猪扎汤 吃起来一模一样 好吃的是它的生肉 它生肉真的好好吃它的猪肉片 它猪肉片弄得很滑又很薄 然后就配上那个面 那个面就放了黑酱油 黑酱油就是然后就提味了 还有那个葱头的 葱油的那个味道 然后就非常的提味 非常有饱足感的一个早餐 我觉得来这里 鸭比真的一定要吃 试试看它的生肉面 我们来的这个其实是一个分行 其实还有一个总店 总店在 比我们的酒店有一点远 所以我们没有过去那里 Pio 早上好 嗨 那天看到了那个牛肉的咖喱巴 那天已经凑完了 所以今天我们又来找一个两台 所以我们现在前往可达 大概要3个小时10分钟这样测试 等一下见 好多小时 好多小时 我们终于从亚比到了特达 然后沿路来这里 其实它的风景挺漂亮的 不过因为它们这里没有快速公路 所以需要的时间会比较长一点 这里出名的是它的花生 还有椰子 所以我们路途经过的时候 看到很多椰子树 然后我们现在在波罗洲 最北端的一个地标 蛤 有点可惜啦 这里最北端的那个地标 然后它大概应该是整区哦 看不懂它在写什么 它也没有写到几时 Temperate Pluture of Tanjong Sienpan Bengaiya for enhancement and 修改 大概3万人口 这里原住民会比较多 然后还有华人 还有其他的马来人 这里的华人以客家人为主 我们现在在那个 这里波罗洲最北部旁边有一个海岸 海边 然后它的水超级清澈 那个沙滩也是白色的 风超大 它的浪 它的浪也是超大 哦好久没有看到这样的浪 好凉语 所以在那里最北端的那里 它的地标已经弯了 如果刚才我也捧牌给你们看看 所以我们看看去吧 中文字幕志愿者 国际 中文字幕志愿者 国际 中文字幕志愿者 国际 哈啰 所以我们现在在那个 古达的小镇 然后这里有去拍两拍的电 两拍的电屋 然后我们就这样有这种 看这里有什么东西 就非常觉得非常的 新衣那種地方覺得非常輕鬆 浪費時間 然後因為這裡靠近海 所以這裡有個港口 然后那里还有一些海鸟 而且这里其实非常靠近菲律宾 现在我们回来了亚军 然后我们再吃海鲜大餐 就是我们在这里最后一个网站 所以我们吃完了晚餐 然后这一餐吃到了336麻痹 我们吃的龙虾是猪龙 就是珍珠龙虾 它的口感非常的新鲜 让我非常意外的是它的青菜 它的菜就是这里本地菜 它吃起来有点像我们的麻利菜 然后炒蛋非常的香 不过它的那个软隔线我觉得有点小事 觉得没有很好吃 就没有很特别 所以就觉得还好 可以跳过 然后有一个另外一个特别的是它的 它的阿萨牛尾 我有试看了一点 不过我觉得挺嫩 配它的那个酸甜 酸辣酸辣的那个酱 超级好吃 所以你在鸭皮这里 可以来这里吃晚餐 超多人 今天是礼拜天早上 然后你们有听到这里超潮的 因为礼拜天早上这里有一个就是市集 本地人会卖这里 他们的所谓的他们的土产 所以我们就来这里逛逛 现在只是早上8点多 然后就有人在演唱 很像开一个演唱会这样 超潮的 然后我们现在要去看 它也是在那个Gaia Street那里 因为他们在唱歌是他们的阿兵哥 然后这里他们的街会封街 所以要振作一下 因为这里会塞大塞车 现在在的这个地区是他们卖的那些 蔬菜 蔬菜还有水果 就是蔬果的 都在这里 超级热 这个只是一条街 然后隔壁还有另外一条街 更多人 找一个咖啡铃坐一下 让他们去吃饭 终于这个 但人潮又回来了 我们官方的那个这里的星期天的那个早市 你可以想象中就是卖了不同的本地的食物 手工艺品 编织品 然后还有生鲜蔬果这些 还有卖一些可能土产吧 他们的土产自己种的 还有卖一些果树啊 你可以拿回家种的 我觉得来这里 虽然你可以想象中它会卖的是什么东西 不过就是一个氛围真的是超级不错 然后呢 这就是我这四天三夜 来到雅底 沙巴做的东西 你们可以参考一下 要不要来这些地方 还是去吃那些美食 所以如果喜欢这里是影片 就订阅按赞分享吧 或者要去机场 拜拜 我觉得呢 可能我们吃 去了有点迟了 所以要吃的是没有什么吃的 因为它尽早关门的 然后别人要去找一个客家餐去吃 不过结果它也是直断性 所以这个时候已经没有了 就是只是在Google Map上它写 还是开着的 然后有点小失望 觉得你们路要去要斟酌一下 它的棒棒还没做得那么好 最北端的那个地标 然后他们在整修 如果要去的话 可能要等他们整修好后 然后在Jetting Up去吧 因为其实车程其实是挺远的 来回至少要六个小时的时间 好 收到医生 各种地方 你我们跟小幸福 好 好 快吃